修持戒定慧三国乐学 也能够帮助我们 强服忘心烦恼 佛教徒们 在长期修习八正道后 便依照内容标准 进行了分类 总结为戒定慧三学 在这三学中 慧是对佛教最高境界的认识 而戒和定 则是认识和进入 这个境界的方法 佛文在说的戒定慧 以及这个戒定慧三个部分 以及是可以互相 因为我们有期待 在这个期待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点不定力 有点不定力 可能会不会被境界影响 所以我们的地匯 清静深三星 那个地匯有可能就返路 这个地匯返路的时候 我们面对境界 我们可以越来越轻松 所以那个定力就越来越轻松 你的定力越来越轻松 你在认识就越来越轻松 因为我们过去都有 担保的认识 所以因为这个认识 地区我们要认识 可以说没有 不是那样的顺利 在没有那样的顺利 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有 担保的定力 你才认识得住 没有当时 不是说不要做 就是可以卖做 尤其是 我们的认识 如果在加 那样的定力 如果不够 你有可能就随这个认识 离去 借定会三学 是一种依次上升的过程 即是通过借来达到定 再达到会 由于我们自五始节以来 染着了贪 春 吃等见习烦恼 终日迷惘颠倒 以至于长期在生死之间流转 未能出离 如果我们能精进修学三无漏学 使烦恼忘心逐步由福而断 便能踏上解脱之路 而不漏落于生死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